花蓮縣樂活杯桌球賽 3號上午在宜昌國小活動中心舉行 有36支隊伍300人參加 主委表示多名的桌球好手齊聚一堂 透過比賽相互切磋交流 而樂活杯桌球錦標賽 已經成為花蓮桌球運動愛好者 期待已久的重要賽事 3號上午111年 花蓮縣樂活杯桌球錦標賽 在宜昌國小活動中心開打 36隊300人參加 桌球好手齊聚一堂 透過比賽互相切磋交流球技 今天很特別 今天是全部社會主導 小朋友也一起參加比賽 更重要的 現場希望把場地整建好 讓我們孩子未來在訓練跟比賽 跟打球的時候 家長們都很安心 然後呢 國際賽或國內賽 來到花蓮比賽 花蓮就是主場的隊伍 各位家長們 都能過來為孩子們來加油 比賽分為長青組 社會男子組 社會女子組 桌球除了能夠培養團隊合作的默契 疏解繁忙工作的壓力 不論颱風下雨 都能夠達到運動健康的效果 希望藉由各項的運動賽事 發掘線內更多的優秀桌球人才 能夠在全國賽中發光發熱 記者臨界 錦安鄉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